台灣的蝴蝶蘭從92年開始蓬勃發展 牠的品種都漂亮 花期很長 你如果給牠環境對牠就是一直開花 所以你只要是喜歡花的人 你就會覺得這個品種太棒了 我一開始是在農場 當獸醫 民國86年口提議的時候 老闆把我們年輕的一輩留下來 因為他那時候同時有在做蝴蝶蘭的生產 然後在那個時候把我們轉過去種蝴蝶蘭 所以從那時候我就開始學習蝴蝶蘭這樣 在那邊學了三年左右 在民國94年我就在坦點那邊就 蓋了一間蝴蝶蘭的溫室 然後才開始在這邊擴產 然後因緣際會之下買了這片土地之後 然後就開始下去蓋了一千多片的溫室 然後就開始一直生長 一顆蝴蝶蘭它的花期可以長達三到六個月 給牠好的環境 牠可以開花開六個月給你看 哪有這種花 看到你最後你都覺得牠是假花 還有蝴蝶蘭它是一個無限花絮 你如果給牠環境對牠就是一直開花 牠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 牠是多年生的 牠可以跟著你一輩子 以蝴蝶蘭苗來講 牠必須要控制在25度到30度之間 在通風方面 那你必須要有空氣換氣的 你不能讓牠二氧化碳濃度太高 或者是搶氣濃度太高 然後再來就是牠濕度的控制 牠的濕度不能低於60% 所以你又必須要加濕 在光度的部分有沒有 我們光度是不能超過一萬兩千Lux 所以我才會交由電腦去做控制 我這邊最厲害的東西在我的電腦是 我都是牽線 收集溫室裡面的氣候環境 氣候條件 然後把它丟給電腦 啟動這邊的機器 都是交給電腦去控制 所以全部都是自動的 現在全國用電腦去控制的 不會超過五家吧 我是其中一家 我是覺得說台灣的消費者 對蝴蝶蘭的認識還太淺 要我要讓他們知道說 蝴蝶蘭就是這樣 如果你喜歡花的人 而且你又喜歡去雕塑它 那就不一樣 這個在國外很重要喔 他們會去教育消費者說 花就是怎樣 他們甚至在花的上面 掉一個小叮臉 寫得很清楚 你不交給消費者 消費者買了之後帶回家 死掉了 或者是 哇 為什麼在你們家開花開那麼漂亮 來到我們家只開這樣而已 他會認為你是詐騙集團 所以就從這裡就會造成很大的 選出落差 所以說 在這個部分 我還是覺得說 蝴蝶蘭還是要讓消費者去懂 在我的看法是這樣 然後 中文字幕——YK